太尴尬了 这跟不穿有什么区别 新红楼变青楼 男女主角上演电影版天上人间 暑假快过去了 今年暑期档上映的电影书影已经出来了 书的最惨的绝对是红楼梦金玉良园 该电影上映不久 不点评分被网友们打到了最低 更是被纷纷吐槽 说红楼梦金玉良园是报改版金屏梅 披着红楼外衣的青楼 网友们的说法有几分水分呢 先从请可卿这个人物在荧幕上的呈现来看 网友们没有一句差评是冤枉了该电影的 画面中 一个身穿薄纱裙的妙龄女子 躺在花瓣扑就的地板上 她重要的隐私部位是由花瓣遮掩的 整副肉体若隐若现 女子曼妙身姿加上她个人的眼神 让剧情瞬间引人遐想 如果不是左边打上了可亲两个子 观众们哪一个能够想到她事情可亲呢 如果说 胡梅导演是想借助人之本欲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那她就应该承受该电影被批判为烂片的代价 现在有非常多的电影在那里翻拍 他们选的都是当初口碑巨佳 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成就越来越高的作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的确能够看得更远 但是 如果不能成为下一个巨人 翻拍出来的影视剧 只会成为该巨人的一个点缀 完全沦为衬托巨人的败笔 特别是《红楼梦》 在陈小旭版上映以后 大家对于援助人物的塑造 都已经被其定型了 这一版本的《红楼梦》 可谓是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以至于后来 很多导演用力地点错了 他们在进行影视剧塑造的时候 以超过87年版《红楼梦》为目的 而不是站在原著的角度 来塑造自己的作品 像《红楼梦》金玉良元 在拍摄的时候 把假真塑造成了一个浪荡的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荫雾 他竟然堂而皇之 在回廊把秦可卿拉进自己的房间 这是虎梅导演第二个失败之处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 贾真本秦可卿的奸情 是贾府在没有被皇帝抄嫁之前 哪怕是贾府那时已经世外强中干 也依旧是官宦之家的深宅大院 不管是白天深夜 侧后的人堆满了满院子 贾真想要干偷鸡摸狗的事情 必然会选择深夜 以最隐蔽的方式来糟蹋名花有主的秦可卿 原著里的描写 胡梅是一点没看 胡梅导演先是把鲜艳妩媚 有似胡宝拆风流 风流鸟诺 则又如待遇的秦可卿拍成了青楼女子 又把贾府长房长孙 而且是常驻于宁国府的贾瞻 拍成了公然爬灰的下流子弟 如此来看 网友们只骂作品 没骂胡梅导演 算得上是口下留情了 胡梅导演作为一个成功的女性导演 她拍出来的经典影视剧可不少 例如大家都看过的雍正王朝 乔家大院 又或者是经典电影女儿楼孔子 可没想到胡梅导演应是要在功成名就 可以享受艺术家称呼的退休年纪 来拜自己在观众心中的好感 整体来看 《红楼梦金玉良园》剧情十分媚男 有一种借助于色情的调调 想以此来拍出贾府江和日下的秘密之音 她却没有把握好度 因为从另外选角的角度来看 胡梅导演更是输得一塌糊涂 先不提点睛之笔的林黛玉 毕竟陈小旭如此成功的塑造 都被王福林导演说成不够美 在曹雪芹的笔下 林黛玉的确算得上是天仙女子了 总体而言 现在很多番拍《红楼梦》的作品 林黛玉这个角色都是一代不如一代 特别是胡梅导演的选择 她让一个牙都不齐的宽眼剧小姑娘出演明绝 还硬要夸其好看 试图让观众买单她的审美 简直是让看过了原著的观众们 气得两眼一抹黑 《红楼梦金玉良缘》 连贾元春这个角色都选失败了 原著里面的贾元春 是一个能够在众多嫔妃当中 成为宠妃的存在 怎么可能是像关小彤演出的 这般良言懵懂呢 原著中的贾元春 可是旧时代女性的地方 从外表上看 她雍容华贵 竟如厨子 一拼一笑都符合当代对贵女子的气派 贾元春醒亲回去时 面上不动声色 却满眼挨切 她深知自己注定已是旧时代的牺牲品 如此一个心中有城府 能扮军的深宫女子 胡梅导演却选择关小彤 在关小彤的演绎之下 贾元春仿佛是另外一个 时空穿越过去的懵懂大学生 在完成探亲任务后 就可以全身而退 抽身回自己的世界 那真是皆大欢喜了 在《红楼梦金玉良缘》 这部作品尚未上映之前 观众和评论界普遍认为 王少洪导演的《红楼梦》版本 已经足够离经叛道 甚至有人断言 这将是史上最离谱的改编作品 王少洪导演在处理经典情节时的 独特手法 尤其是江戴玉知死这一悲剧性的情节 拍成了令人瞠目的奸杀鸣场面 这种大胆的改编 无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王少洪的版本 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颠覆性的解读 让不少观众和《红楼梦》的忠实读者感到难以接受 大家普遍认为 这样的改编已经触碰了经典文学的底线 不会再有更离谱的版本出现 人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狐媒导演的《红楼梦》《金玉良源》上映后 王少洪版本的争议瞬间被盖过 狐媒导演的作品以一种更加出人意料的方式 抢走了所有给王少洪版本的差评 狐媒导演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更加大胆的创新 让观众和评论家们见识到了另一种风格的《红楼梦》 狐媒导演的改编不仅没有遵循传统的叙事框架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王少洪的版本 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风波 观众们惊讶地发现 原来《红楼梦》的改编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狐媒导演的作品无疑成为了新的话题中心 狐媒导演的《红楼梦》《金玉良源》 以其独树一致的艺术风格 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也将《红楼梦》的改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尽管这种改编同样受到了一些批评和争议 但它无疑为经典文学的现代诠释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让人们对于名著改编的接受度和期待只有了新的认识 在这个过程中 王少洪版本的《红楼梦》反而显得不再那么离谱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新的争议所取代 成为了过去式 最让人可气的是胡媒导演对于观众们的评价 完全缺乎理性 声称要利用法律的手段 来捍卫自己作品的公平性 从胡媒导演的回应来看 他对网友们的评价非常不满意 对当下的票房更是感到疑惑 胡媒说评分低是因为有人利用水军来刷差评 如何来评价胡媒导演的偏执呢 只能说 一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打造自己作品的导演 把《红楼梦》拍成了人神共分的垃圾作品 他是应该退休了 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 便是被誉为四大名著的经典文学作品 《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每一部都是那个时代的智慧结晶 他们以深邃的内涵和精湛的笔触 立体地剖析了各自所处的年代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剧作 更是对那个时代社会风貌 人性百态的深刻反应 值得庆幸的是 在文化大革命后的百花齐放年代 这四大名著被成功地翻拍成了影视剧 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视觉艺术的形式 感受到这些文学作品的魅力 那些影视剧的诞生 不仅是对原著的一次次精彩诠释 也是对那个时代文化复苏的有力证明 然而时光流转 影视剧市场今非昔比 在如今这个娱乐多样化 审美多元化的时代 再来拍摄这些名著 可谓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缺乏了 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和氛围 很难再复制出当年 那种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 其次现代观众的审美和口味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对于经典文学的接受度和期待之 也与过去大不相同 如今的市场 再来拍摄名著 确实可以说是没有了天使地利人和 天使不在 是因为那个特定的文化氛围和历史 背景已经一去不复返 地利不在 是因为现代影视制作的环境和条件 与过去相比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人和不在 是因为现代观众对于经典文学的认知和情感投入 与过去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差异 尽管如此 四大名著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减弱 或许 未来的影视剧制作会找到新的方式来重新诠释这些经典 让他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绽放出新的光彩 但无论如何 那些曾经在荧幕上意义升辉的名著改编作品 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成为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从今年的暑期档电影来看 几乎没有一部作品是相当出挑的 像把胡梅导演拍出的这般让所有人差评的电影倒是出现了 什么时候能够让观众选好不选差呢 从现在没有人愿意花精力时间去打磨精良制作来看 大家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处于精神食粮匮乏的状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